座椅 触 摄 想 撕 好像座椅是最先出来 不一定哦 座椅哪时候会先出来 打坐的时候 刻意地把它叫出来 因为你要因素欲念哪 所以这个时候坐下来 你不叫出座椅怎么办呢 你要打坐 要念因素了 座椅 音素出来 啊 依 啊 依 但是 你平常没有在打坐 座椅不一定出来 例如你没事时随处走一走 结果碰到一只狗 咬了你一口 咬了你一口 根本来不及座椅 触就先出现了 然后 接受 好痛 接着 座椅启动 就开始想 莫名其妙 这是谁 这是谁养的狗啊 越想越生气 想找那主人算账 一念心变坏的 想要收回来 想要收回来 已经很难了 只要五种连结在一起以后 就很难转了 但是 到了 到了 丝以后 有一念的回头 还是有救的 也就说 当你被狗咬 触 然后痛 瘦 就痛嘛 小 就是不舒服 丝 就要找人家算账啊 因为 丝会化成行为 想 纯粹还是想象 到了丝 这一念心 就坏了 但是 你可以在中间 先截止它 咬下去痛 触手 想 莫名其妙 撕的时候 细细撕围 但 一拉回来 不要这样 狗又不懂事啊 被它咬 可能 前辈子欠它的 咬得好 这一念 这一念 转正了 生活中 永远不要让 作意 触 受 想 思 连结起来 成为负能量 如果 发觉是负能量了 赶快找一个点 去截止它 是正能量 你就把它结合 因为正能量结合 是觉悟的开始 可以进入始觉 再往前进一步 就到相似觉 进入始觉 你可以准备进入始性 进入相似觉时 就到了始柱 始性 始回向 到随分觉的时候 就进入菩萨的初地到九地 最后 到旧境觉 就来到十地 就是 十地菩萨 整个合起来 完成叫做 始觉圆满 始觉圆满 就叫 旧境觉 它可以跟 本觉相合 但是 话说回来 你在这 一念心的过程上 没有弄好 它就是 不觉 叫做 一念不觉 所有的 三细六粗 就全部出来了 三细 就是丝 六粗 就是想 六种 六种 不圆满的 粗响 三种 细细的 思维 都往 负能量走 所以 真正 馋的 功夫 就是要 注意 这 一念心 这 一念心 不要让它 变坏 在 任何点上 都应该让它 回头 今天人家 分配 一个不圆满的 工作给你 哦 为什么 今天是我 扫 厕所 我不是 昨天 才扫过吗 这个 瘦 马上就 不舒服 然后 触 马上就 不高兴 这个 想 也 马上 就是 不好的 但是 假使 你在 思的 方面 细细 思维 一定 有什么 问题 所以 今天 才会 安排 到 我 往坏的 想 就 结合了 反正 你就 往好的 想 只要 把它 想成 让 自己 可以 走入 光明 你就 成功了 让 思 整个 倒回来 本来 要走入 负能量的 马上 变成 重能量 这个 非常 重要 修行 真的是 看功夫 很多 很多人 经常把 这 五遍形 变成 一念不绝 为什么会生气 其实 就叫做 行 行 住 坐 我 都是 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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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